新北市土城区顶福安居社宅正在兴建中 未来将涌入大量居住人口 由于既有道路无法附和日渐成长的交通量 顶新里长以及顶福里长争取开辟计划道路 串联中央路四段到福城街口 整体工程预计年底完工 从空中往下望一大片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土城区顶福安居社会住宅共有两处基地 未来将提供近1300户设宅 再加上当地原有人口 顶新里长就怕道路空间不复使用 因为中央路四段现在在捷律施工 未来完工之后也剩下一个车道 混合车道 那人口增加这么多 然后道路还变小 比以前是两车都还变小 所以人车安全有余虑 那我就在行动治理里面 我跟我们原理长我们一起提案 所以希望说市政府来开辟这个12米道路 来疏绝未来的人潮 车潮 经过评估后 公务局将从中央路四段开辟计划道路 并串联到城府街口 连带师座渝水寒乡工程改善顶新工人排水问题 全长是430几公尺 12米宽 那未来是双车道 然后两边有一米的人行道 那工程主要是雨水相寒 现在正在施工 那工期是从今年的3月 一直到今年的12月 而在工程范围内涵盖部分私人土地 因此顶福利仗也积极和地主协商 我们这要开发 因为上部主办的中央区已经都开发好了 只有他们那里没有开发到 所以说有这个机会 他们都很愿意来 参加政府的政策 所以说他们在他们协调的时候 大家都没意见 只要要求说 计划能够更好一些 但是我们新八市政府 我们胡市长也有交代来 尽量不可以让地主 感觉让他们开启到 所以说大家都计划也很愿意 再来就是了 配合到大家都没意见 年底完工后 除了可打通庸塞瓶颈健全交通路往外 更能带动地方发展